是屬於華西 基本上是屬於華東路 但是它的戶籍門牌都是屬於華西 那昨天晚上發生的火災的地址 就是從華西64號到華西69-1 69-2 這大概是八九路 基本上在人員上面是沒什麼受傷 大家都一些財富的損失 那昨天晚上也把一些人 也都安置到這個五州飯店 那施工所這邊社會課 社會課 社會課 蕭科長 還有市長昨天晚上都有過來 所以64號這邊有一對夫婦 因為他們有可能是 現在早上還在做一個監視 一個調查 那有可能是從這邊做一個起火點 基本上這邊他們這些 都是屬於比較弱勢的一些的住戶 因為這土地全部是國產局的土地 那等於有的有承租 有的沒有承租 那所以在整個協助上面 它有相當的一個困難 包括它的重建的問題等等 這部分的話就是要跟國產署 來做相關的一個協調了 那因為我們還不清楚 它整個土地上建物的是承租 還是相關的一個占用的部分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屋主最好是都能夠原地來重新重建 讓他們能夠安心的 能夠在原本的地方來居住 那所幸昨天的大火並沒有人死亡 那雖然有受傷 但是我們希望受傷者 能夠趕快康復起來 我們拜承 不要 晚安 谢谢大家